因為一年時間還是很強 還是會有很多感到 然後就維持手感 看到亞運延後一年 我國電競選手日前受訪時 還信心滿滿 但16號協會臉書突然公告 亞運電競項目如實佔計 因美國製作公司 跟大陸代理商合約到期 但續約延宕 恐怕亞運比賽得臨時喊停 雖然協會跟選手暫時沒有回應 但我國在電競項目 上屆曾獲得兩贏一同的好成績 這屆雖然少了新海爭霸項目 但增加了如實戰績 我國選手許浩翔 今年才在兩岸電競聯賽中 獲得冠軍 如今突然取消 也讓我國得牌數 勢必受到影響 還好在其他項目 上屆幫中華隊 天得兩面銅牌的武術項目 今年來勢洶洶 雖然上屆得獎的男子長拳 及女子散打52公斤 及銅牌選手 都已經退役 但有不少老將 本屆都更加進化 中華隊本屆在套路 有四個項目 都有奪牌希望 其中太極拳 太極艦全能項目 上屆受傷的孫家宏 這次則是瞄準冠軍 另外上屆散打70公斤級的林怡汝 這次減到52公斤級 經驗跟實力不容小覷 而其他選手同樣以奪牌為目標 更不用說還有新增項目 已經列為2024巴黎奧運的PD5 預計也要搬出兩面金牌 在這次的杭州亞運 也是新增項目 由於我國曾在VOTY 國際PD5大賽中 資格賽奪冠 正規賽也有季軍 因此這屆亞運同樣勢在必得 也讓中華隊能否突破上屆成績 令人期待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